呦呼,大家好,我是天使游的Yagiです 今天要来简单快速的讲如何获得感染狗狗 首先呢,你看到我的Necros脖子上面有一颗粉红色的这一颗 然后还长出了两根毛在飘逸 那这一个呢,是什么 跟一只只要去外面跟人家组队的时候 遇到Nidos,N-I-D-U-S,这一个战甲 然后它就会被感染到 然后脖子就像长出一个农泡的这个 在这个时候,你有这个农包了 你就可以进入这个,等一下,等一下,等一下 这个感染的房间 然后,你可以治疗这个包包 这个包囊,然后就 就是像打疫苗这样子 之后你的战甲,这一个战甲就 再也不会被感染到了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,和我一样想要一只 就是突变的狗狗,感染的狗狗的话 孵化器 库博繁殖 然后,当你这些都满足了之后呢 开始富裕了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 Helmus的包囊可以吸取 那吸取之后,你这个战甲 就不会有这一个农包 但还是可以被感染的 对 对,然后他就说 确定要在库博孵化器中 使用Helmus的包囊 这个会使过程中被吸取 好 然后就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好,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脖子 上面是没有那个囊了 对 好,哈啰 大家好 那个 我的狗狗福裕充完成了 它是雄性的Helmus 冲击者 我们来看一下 哦,光秃秃的 哈哈哈哈 好特别哦 我决定了 我要叫它普攻鹰 因为它是黄色,然后长很多猫 我记得它这个Dental Lion这一个字 是来自法文 然后意思是 是那个 狮子的牙齿 因为他们觉得普攻鹰的叶子 很像 那个 狮子的牙齿 所以这样子 好 你就叫普攻鹰 对 耶 哎呦,不要跑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黄色的 那我们让它长大 成长 快点 我要看它长大的样子 诶诶 你躺错地方了,不好意思 诶 你躺到外面 这样子之后你的头会成长 诶,BUG了 诶 长大了 哇 重击者诶 哦 这个嘴巴 我看一下 我们来了解一下它 哦,是有不同颜色的 我是金色的 不错不错 好 从 Hellmus 包囊繁殖的 infested宠物 就是感染的宠物 然后 据说它的 它可以就是 舌头伸出来 把敌人勾过来的样子 好可爱哦 是金色的 赞哦 而且它的脚脚 它脚脚不一样 一边是爪子的 一边是提的 赞 哦对了,上一次没有讲到的事情是 就是 那个包囊啊 就是那一颗痘痘 它其实并不会对 WARFRAME造成什么影响 它顶多就是 外观不一样而已 就像这样子 就是不美观而已 它不会有什么debuff的作用 而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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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次也说了 就是 一旦 一旦 就是 注射过后 之后 就再也进不来了 而且 没有办法再感染了 所以 我为了想要更多狗狗 所以我目前的话 是 这个 Loki它还有一个囊 然后 还有谁啊 还有Frost 也有囊 在这里 小小的 不知道那种Frost的看起来比较小 可能是因为脖子比较粗的关系吧 然后 我的 Volker 对 我的Volker 然后Rhyno 都注射过了 那时候不知道 Binbo跟 MESA 因为没有 没有在用 所以它没有感染到 然后 所以现在是 就是Loki Loki Nekros跟Frost 就是会 欸 又继续长了耶 欸 你们有看到吗 Nekros 欸 怎么变大了 笑我 欸它 又变 长出来了耶 又小小颗的了耶 那这样就是可以继续 继续 有感染的宠物咯 在 好啦 那么 我们 这一集 就只是 其实就是我想要介绍 我的这些蒲公鷹 你看它 它的屁股 好摇摆 哈哈哈哈 好啦那么 哦它的嘴巴 哎呦 好可爱哦 还蛮可爱的嘛 虽然怪怪的 可是还蛮可爱的啊 对不对 你看 是可爱的吧 可以摸吗 等一下 不是不行 我要先回到 这边才能摸它 摸一下 互动 互动 快给我摸摸 哈哈哈哈 隔空摸 哦 看起来好可爱哦 再摸一次再摸一次再摸一次 一天只能摸三次的样子 给我摸摸 哇哦 好可爱 再来再来再来再摸一次再摸一次 哦它是满的 所以不会被 不会扣那个 互动的次数 哎 不错 有没有 除了两种魔法 有没有其他的魔法啊 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解锁出来 哦有了有了有了 哇好可爱哦 它的耳朵好像 断掉的树枝哦 哇 总之总之 这是 这是等一下 好 好总之总之 这只就是我的蒲公银 那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 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 我是天使幽灵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